了解最新离岸资金监管动态 掌握资金出海合规方案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期视频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离岸资金市场 本周发生了哪一些重要的事件 新闻以及机会 如果你也是关注离岸投资 离岸走资的相关话题 欢迎点赞评论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一起走资 不孤独 本周第一个要和大家分享聊聊的话题 就是关于各路的中介也好 或者说甚至有部分银行的客户经理 都在宣称全面上调开户的门槛 和上一次大家分享的那则信息 其实是同一性质的 我们可以看到招商银行香港分行 已经从2023年11月6日起 将开户门槛提高到800万人民币 等值货币就约等于100万美金了 那这个门槛呢 其实和汇丰的上谕已经是完全的可以说相同了 那么其实大部分人是不会去开通这个招商银行香港分行的 他和招商永龙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虽然股东背景相似 但是呢 这个管理的机制和这个监管的部门 甚至是封控的部门都是完全独立分开的 并且招商银行香港分行 在香港也只有一家分行 一个网点就在中华那里 那么目前他调高开户门槛的主要也是为了去筛选更高质量的客户吧 但是效果个人认为是甚微的啊 只能说可能是配合大陆方面的监管啊 或者说他们这个业务的这个承载量有限的 自己去把这个门槛提高了 但是有非常多别有用心的中介就利用这个消息啊 去这个呃 微言耸听吧 给大家就是制造了一轮的焦虑 可以说招商银行呃 香港分行和招商永龙是完全两个体系 那么目前之前我也出过很多视频 关于招商永龙的这个介绍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开户的条件和门槛都是没有改变的 那么可以看到招商永龙啊 这个呃 开户大厅里面基本上都是一些海外贸易啊 资金已经是可以说很难回到国内的啊 这么一个客户去进行开户了 对于我们离安投资连走资来说 可以说真的是用不上这个账户 第二个啊 比较让人啊 可惜惋惜震惊的新闻 就是有四名啊内地的男子和女子呢 那么通过虚假开户啊 被香港的这个警方抓了 同时呢也是逼出了一系列的这个中介啊 所谓开户的新套路吧 那么就在11月1号的时候呢 那么在大铺香港大铺啊 那么警员啊 警察就抓了通过虚假文书 也就是假身份证啊 假地址啊 或者不是使用本人的啊 用别人的资料去开户的 那么两名内地男子和女子 那么就是被抓了 可以说这个是非常的 怎么讲 不管你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 你做这样的事情呢 大概率都是要去采缝纫机的 另外包括还有一宗案件 就是一名啊 学生啊 通过出借自己的银行账户啊 给到他人 那么同样的也是差一点去采了缝纫机 所以对于离岸投资来说啊 不管你在在岸投资啊 在国内任何地方 你的资料非常的有用 有价值啊 一定不要借给别人 当当你借给别人的时候 其实啊 你不只是只是开了一个户 分分钟是开了很多户 那可以看到现在中间的套路 又是更加的 多花样吧 啊 你看直接就说着啊 香港汇红可以不过港 直接开户了 那么很简单呢 你就把你的港口通行证道身份证啊 甚至护照啊 其他资料啊 寄给他 你不需要过港啊 你不需要存款 你什么都不需要 就可以给他全程带开 是吧 但殊不知这背后的套路呢 其实是他拿了你的资料啊 不仅仅啊 帮你开了一家银行 他可能开了五家六家 甚至七家八家十家 把你这些账户啊 再分批去卖 你还要花钱给中介 所以说现在呃 去开户啊 基本上还是一样 和原来的政策一致 没有太多的门槛 只要你材料真实是吧 符合他们官方的开户条件 还是可以去开户的 千万不要再去找中介开户啊 做这么这个送上门的愚蠢的行为了 否则你花了钱 还被人再卖一轮 相当于是磕了两轮的韭菜 大家一定要注意提防一下这个套路啊 另外一个是关于美国汇丰review的真相 也是破案了 那么上一周视频中也和大家聊到 有非常多的用户啊 收到这封来信啊 说什么11月9号啊 就会有大量的这个账户会被关闭 也是所谓的没有通知啊 然后呢 很多人也非常的惊恐 是不是还能继续用美国汇丰的这个账户呢 那么通过我和客服 以及我单独去找了我的客户经理 去了解这一个事情之后啊 我认为是破案了啊 那么通过我的了解啊 客户经理也是很直接的告诉我 大部分被涉及review 二次审查 甚至关户的账户呢啊 都是存在几种行为了 最直接的就是说非同名的转账啊 他们首先都会去去查一下啊 包括啊 你像虚拟货币 这是最突出的 购户经理也直接告诉我们啊 告诉我说 他说只要涉及到一些啊非本地的 然后是数字货币相关有业务的银行的往来啊 这样的账户啊 被关是大概率的 那么可以说只要美国汇丰 你不涉及数字货币啊 加密货币 虚拟币啊 比如说什么suprobank啊 这一类啊什么其他的各类的支付工具的 你的账户大概率都没有问题的 那么当然有博主啊 他从来都说他自己什么也没干啊 甚至有一些人也说我账户什么也没干 反正又是收到这封信 是吧 对于这一类人啊 这个有一说一 你如果把自己的流水啊 拉出来自己看一看 有没有做一些违规的行为 自己好好的去检讨一下 是比较到位的 像我自己也去测试了一下 转了几千美金啊 到马来西亚 那么也是在11月6号去转的 然后今天是10号 也没有关户啊 反正客户经理就告诉我 我的账户呢 是被review了 但是呢 一切都是如常现在也恢复了 使用了 那么相信啊 这个review呢 可能是不定期就是会进行的 但凡你经过了 经历了一些什么 是吧 交易所的资金啊 或者说接收一些啊 不明来路的非同名的啊 被review的概率就增大了 但是如果你再涉及加密货币的话 那基本上啊 被灌的这个概率就非常非常高了 因为美国汇丰 可以说是非常反感的 加密货币的这个资金的往来的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在使用 你这个美国汇丰 如果你是作为主张户去使用的的话 那一定要规避这个问题 最后就是和大家再聊一聊 像啊 汇丰expert也有部分的用户呢 反映出来说也开始review了 那么很多呢 一是加密货币 第二是很多expert有空户的情况 那这个可能review以后 可能是伴随着 汇丰整一个体系的一种 长期的常规风控吧 所以只要你的账户是正常使用的 你只是说圈上入入金 炒炒股票啊 买买美股啊 这一类啊 都没有问题 甚至你有信用卡 你是正常消费的啊 都没有问题 但是就不要接触加密货币了 最最最大的一个坑就在这里 另外是关于wise啊 那么资金呢 也还是没有恢复这个美元账户 跟你说 如果他不恢复这个美元账户 对于他的这个实用价值 真的是大打折扣 因为美元应该是大家离岸投资啊 最常用的一种货币吧 另外就是Zappo Band 也是非常的可惜 那么有非常多的地区的Apple Store呢 都已经是下架了 同时他们的这个ACH呢 也依然还是关闭的状态 跟你说 这两家 我个人也是非常看好的一种 金融科技 Fintech企业 在遭到啊 这个传统金融行业啊 这种风控的打压之下 他们的生存空间啊 非常的小 同时呢 竞争力也大打折扣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像这一类Fintech的科技啊 能够重新的站起来 另外就是离岸投资的市场 美股呢 结束了九连涨 像上一期视频我也说了 那美股呢 我还是会考虑买入的 那么特别是指纳斯达克 那么纳斯达克也经过了九连涨啊 那么我个人呢 今天也是买入了Unity 那我不知道 我关注我频道的朋友 有没有是关注啊 这一支股票的 因为我认为他的财报出来之后 呃 虽然不完全符合预期 但是没有想象中的差 那么目前的沙跌啊 跌到前低的位置 我个人认为更多的还是一种情绪和筹码的一种释放了 但是Unity的基本面啊 没有改变 这里就不多做对Unity的探讨 如果你也喜欢Unity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另外我上一期也说到了啊 关于A股 我可能会有一个短期多头的仓位 那么最终呢 我还是直省了 没有办法啊 这个本来就是一种赌博的行为 A股确实还是比较弱 所以核心啊 我关注 不管是美股A股港股啊 我觉得接下来都是这个月 中美两国元首见面 是最重要的一个立案投资信息点了 因为只有两个人啊 好好的坐下来 好好的聊一聊 不要再这个擦枪走火了啊 大家和谐身材 坐下来一起想想 挣钱的路子才是一个王道 是吧 另外就是关于比特币啊 那么预期现在几乎是一致的看多了 那对于有比特币投资的朋友来说 可以说注意一下 获利了结 至少在这个位置上面呢 你再去开一个高杠杆的多仓啊 是比较高风险的 好 如果你还有什么样的疑问 或者想讨论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有其他的联系方式 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 还是那句老话 我们一起走资 不孤独